小时候 我以为误会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错误的理解 所以有时候会被误会 我就拼命向别人解释 于是后来妈妈教我 为什么要解释 误会你的人就让他们误会 全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 在于他们干什么 你要记住 你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其实那时候我应该问妈妈 当你误会的或者误会你的人 是你很重要的人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做 好 我好 我跟声音一个人听到 两人分享会不会更好 好想要 装不经意邀请你好不好 碰碰碰哦 我的心跳 专属对你发射出讯号 把你放在我的小岛 一点一点陪我到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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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你的嘴角 微笑孤独太高 哎哎哎 你不知道 有你存在一切刚刚好 你可以告诉我 你是谁吗 你是不是郑初遥 那你到底是谁啊 那你到底是谁啊 你今天一定要告诉我 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 我就抢你的熊头 你别跑啊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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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又救了我 谢谢你又救了我 江涅雨 江涅雨 江涅雨怎么会是你 这不可能是真的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是熊气室 熊气室是江涅雨 我一定是在做梦 这一定是 一定是在做梦 一定是 这一定是在做梦 不可能 哎哎呀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还是真的吗 还是真的吗 做梦 一定是做梦 哎 林星辰叫你平时 你不喜欢做白日梦吧 你现在 那么成真了 江念雨 江念雨是穷骑士 穷骑士是江念雨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不可能是她吧 如果她是江念雨 那我都对她做了什么 别闹你 别闹 我叫你别动 你听不到啊 你的胸肌 好像还练义紫尖似的嘛 我想到 你什么事情都知道了 还是依然选择让公主 你真的很在乎对不对 所以啊 其实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是你 江念雨 天呐 我居然做了这么多这么丢脸的事 我不活了 我活不了了 怎么看怎么看 喂 大小姐 上课要迟到了 我肚子疼我去不了了 喂 德叔 别跟我妈说行不行 好 知道了 我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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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我真想打兵一创 没脸去学校了 这简直是当众丢丢林清晨的脸啊 对啊 而且林清晨都三天没来上课了 真的是不敢见人了吧 说什么 看到林清晨丢脸你们很高兴是吗 你不是讨厌林清晨吗 我是很讨厌他 但是这件事情 有问题的是郑楚药吧 他可是林清晨的未婚夫 难道你们很希望 自己的未婚夫 在公开的场合 否认你们的存在吗 喂 你撞到人为什么不道歉 吕泱泱 你干嘛摆出一副 好像我欺负你的样子 明明是你自己先撞着我的 你在干嘛 两位 两位 教训一下那种 明明知道对方有女朋友 坐着眼皮往上凑的女生 是我邀请她的 跟她无关 如果她不想 完全可以拒绝你啊 可是整个学校除了我以外 还有谁敢拒绝你这个正主要小王子 少说了句 周伟 管好你的女人 好好好 干嘛找事啊 你不是林星辰的朋友吗 怎么还不入我这个子对 少说点去 你没事吧 谢谢 小语学长 等我一下 把我打开架一下 我打开架 我听从头子 一个子 我只能打开架 我打开架 我真的要打开架 郑主要同学的攻击也很有力 期末考试要到了 不想考试不及格的人 应该多向这两位请教 下课 站住 今天我要跟你分个胜负 好 看来你是一个喜欢偷偷摸摸 在别人背后做小动作的人 你什么意思 敢做不敢当啊 人家可是有婚约的人 一个连遵守承诺都做不到的人 请问他也有什么立场去指责别人 今天我就要给你点颜色巧巧 让你知道 乱动本少爷东西的下场 你的心这么坏 很容易让对方惩罚破绝 这样的方便信一下 不愿意 下次有问题可以再先教我 再见 好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 报件女士 我们这里是采用会员制的 我不是才给你看过金卡了吗 不好意思女士 您给的金卡属于另外一位会员的 他已经挂失了 不可能 这卡是我女儿给我的 林太太您好 您的客人在里面等着 还不赶快消失 要是下次再让我抓到 你头星辰的客人 你所有的客人 都不想今天这样被停掉 就要这瓶 好的 没问题 好的 你们这么露的电 下次我也不来了 等你家星辰啊 跟郑家公子结了婚之后 你就可以想服了 我怎么听说 郑主要那孩子 在学校的晚宴上抛下星辰 而且好像已经有你了 不会吧 初遥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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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非常有教养 不会做这种离谱的事 当然不会了 我们初遥最度是了 这中间一定有误会 小孩子嘛 总是爱她嘛 也不用她再一样 哦 对了 我的二十五周年结婚家宴 各位可要都来哦 我只请了最亲近的几家人 努力啊 把星辰也带来吧 初遥跟星辰的订婚日子 那当然 你们这些坏蛋 通通给我跪下 你们这些坏蛋 你欣赏 你忽然 我把星辰都给了我 这些坏蛋 这些坏蛋 我们今天想 retained 妈 对不起啊 你没去上学 是不是觉得很丢脸 我 我也觉得很丢脸 我陈明丽这一辈子没有输过 没想到养了你这么个 没有用的女儿 你上不上学考不考是我不管 但是丢掉的脸面 你必须给我找回来 知道了吗 下个星期 郑家会举行结婚中年宴 到时候宣布 你和郑楚要订婚 你最好给我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如果再这么没用 就不要怪我使用一些手段 你好 你好 你的餐碟 谢谢 谢谢 从刚刚到现在 你看外面已经看了第七次了 你还没赶紧 那60年 你太过分时间了 还好 你现在还在那里 你不过分时间 你都要或是 他要为他 你不想不如您 你不如你 我拥有几个厉害 你可能会 你会有什么 你不能把你 你不想费 你不或者是 我 你不想要 你说得对 谢谢 还好家里没人 希望这次妈妈能早点消气 要不然都不敢见她 小姐现在不在家 请回吧 林星辰 你又在做蠢事了啊 我现在根本就不想见到你 你快点走吧 你知不知道下个礼拜就要考试了 你还躲在家里不上学 你不怕被开除 这不用你管 你已经被开除了 第一 是校长请我来的你说了不算 第二 我的工作我会负责到底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被退学的 你听清楚没有 不用你瞎操心 我已经决定不去考试了 林星辰 你努力这么久 你真的甘心就这么放弃 退不退学是我的事 反正不用你管 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的努力 不是说了不见了吗 叫 孟希叔叔 孟希叔叔 你来之前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 我没打扮连头都没洗 就算你没打扮没洗头 在我心中在我眼里 你还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可爱 怎么孟希叔叔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喜欢啊 孟希叔叔你说你是不是会什么魔法 我呢 是不会什么魔法的 但是我会看人 你看起来精神异异啊 一点都不像生病好几天不能上学的人 我所认识的小星辰 可不是一个这么容易认输的人 这不是小星辰吗 要不要喝过去 要不要喝过去 怎么了 我不会弹钢琴 妈妈不开心 她不喜欢我了 不会弹是应该的 你还想吗 本的东西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才会的 可是我怎么学都学不会啊 那你看这样好了 叔叔去跟你妈妈说 不要让你学钢琴 不要 是不是每天练每天练就可以学会了呢 每天练就学会了 可是每天练好辛苦 好累啊 我们不要做自己面向不喜欢的事情 现在说不要 就是认输了吧 妈妈说 输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没有 所以要继续练了 就是因为不轻言放弃 你今天才能够这么有才华 这么优秀 怎么 长大了之后 因为一次很难的考试 因为别人的误会 因为别人的流言蜚语 你就退缩了 梦西叔叔你总是这么温柔 所以我才最喜欢梦西叔叔 可是你又不给我机会 傻丫头 这不是爱 这是一种你想对我说成谢谢的心情 也是一种你期待被保护的心情 跟爱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 爱是什么呢 爱是 的 怪我 怪我 燙 枉王 那个 之前的那只熊 我是说 相信你今天没来上班吗 今天没有他的办 不过她刚刚有来过这里 后来她又说她有别人不过一次 她就妈妈走了 是不是 我感觉他就偷了 我想应该是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 谢谢啊 见到他觉得很恐怖 不见他 又很恐怖的 有的时候 没关系 反正有很多时间 其实除了你也不能给谁消遣 没有关系 你也不想去看我的眼神 你不想去看我的眼神 有些思念 只能在心里面盘旋 看不看得见 无关爱你的坚决 就这样安静 守护在你的身边 仿佛心跳 永远不停歇 原来你 原来你 原成我唯一的想念 有些时候看见我 就会感兴 有些时候看见我 就会感兴 爱呢 就是这样复杂的感性 总是感受到温暖和幸福的 可能是感受到悲哀 然而会让你难受的 是因为你在爱她 曾经过的好 一天有多 真是太难了 我还是别去考试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小公主还没有来 应该是被你伤透了吧 关我什么事啊 这公主病 胆子真够大 看到林星成了 我没看到 那你呢 你看到哪里 禁止交通接二 考试开始 报告 对不起我迟大了 快回到作文上 考试开始了 你上不上考考不考生活啊 不然 就交白隽退学好了 反正也没人在乎 林星辰 你努力这么久 你真的甘心就这么放弃了 对不对学术我的事 反正不用你管 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的努力 脸色这么难看 是不舒服吗 对不对 居然没有提前交卷 林大师为了等我 龚主兵 你挡到我的路了 你在这里磨磨蹭蹭思想等我吗 不要试着引起我的注意 本少爷还没有决定原谅你呢 你 你看到没有 她居然敢放我白眼 我能理解一个女人被抛弃的心情 什么明明是她居然的那个 走 走吧 穿背雪泥 雪泥 穿背雪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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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面永远 我 nada 穿背雪泥 泥 穿背雪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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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v 哎哎哎哎你不知道 有你存在一切刚刚好 江念语 心情很好哦 从来没看见过你这样笑过 你们还有心情聊天哪 考试要考两天哎 我好处想再忍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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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阿姨 干嘛骂我笨蛋 还有你不要弄我的头发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弄发型 会花很多时间的 下次麻烦你 不要自己做 为什么 是不是我做的特别好吃 你超级喜欢吃啊 好吃 那我以后就多做给你吃好了 我先走了 你怎么了 你还在生病吗 你等等我啊 雷香达 你想干嘛 你把我拉进来 不是要病吗 没有 我的 明明是你把我拉进来的 我知道你对我招夫勿响 可是也不能在同病患事之下 做这么没人好处的事吗 雷香达 你不觉得你把我台词讲完了吗 你这个女人 有没有羞耻心 哼 就是怕你把台词讲出来伤我的心 所以我就先把你说了 哎哎哎 你要干嘛 该不会是要哭了吗 好啦对不起啊 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惹你生气 你不要生气吗 对不起 你看啊 我就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你明明就很在乎啊 手里心差 你必要不要懂 你闭嘴 你再闭嘴 我就 我不闭嘴 不闭嘴 就是不闭嘴 你是神经病啊 到底想要怎么样啊 你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男人 不是要用你的嘴堵住我的嘴吗 无聊啊 你有没有羞耻心啊 哼 别走 到底 不开小堂 吃吗 干吗还爱图我 你还关注我 当然是为了向你示威啊 让你不要老是在追求郑主要失败之后 缠着我家周围 说真的 看到你被郑主要甩了之后的惨样子 突然觉得你顺眼多了 我这么幸福 就施舍一点温暖给你这种 得不到爱情的女人 有的时候啊 我真羡慕你们这种单细胞生物 喂 我可是好心好意对你 表屁 你这边装画了 补一下 我去厕所弄一下 星辰 你不要太在意她 她其实性也不坏 就是任性一点 我有什么可在意别人任性的 反正又没有我任性 也对了 那我去看大小姐 快去吧 清晨 准备入席了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来参加 我们夫妻二十五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干杯 今天呢 我想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庆祝 所以请各位还要等一等 有一位特殊的客人还没有来呢 夫人客人到了 你就是余泱泱吗 你就是余泱泱吗 她的父亲啊 在孟希的学校 做情节工二十年了 我们家孟希啊 心底善良 看她勤奋好学 所以啊 就免了她的学费 让她在四叶学院就读 我听说了她的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 特地把她请过来了 请坐 郑主任她的名帐 看起来小猫猫 原来是什么样的猫猫啊 高手中的高手 郑妈妈这样 不是很难死吗 闺女还自以为懂女人 今天在做的都是自己人 所以我跟我先生决定 公布楚耀跟星辰的订婚宴 定在下个季 妈 你都没跟我提过 没规许 大人说话 你插什么嘴 我们楚耀是个单纯的孩子 难免呢 会被那些心怀不轨的女孩 所诱惑 毕竟现在呀 想要麻雀变凤凰的女孩子 太多了 可是我们早就认定 星辰是我们的儿媳妇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 那些一心想要嫁进豪门的人 是过不了我们夫妻这一关的 杨阳 待会儿多吃一点 要不是能稀好心 我想你再奋斗二十年 都不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吃饭的 够了 太过分了 像她这么单纯善良的女孩 为什么要降羞辱她 楚耀 你怎么能可以用这种态度 跟你母亲说话呢 那些都是事实啊 要不是因为你犹豫不决 不负责任的态度 能让大人这么操心吗 不需要您操心 我的人生 我自己做的 现在 我可以肯定 确定 负责任的说 林星辰大公主 不稀罕 我爱的人是她 余泱泱 你们不就是嫌她没钱吗 但是她才是我要找的回顾 余泱 别怕 从今天起 我会对你不成功 你走 张楚耀 张楚耀 你跟我回来 杨阳 今天对不起 我知道都是因为我 才会让你受到这样的侮辱 所以 你可不可以 你能不能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都是因为你跟林星辰 我的生活才会一团糟 能不能放过我 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为什么一定要闯入我的生活啊 可是我会对你很好啊 我会对你负责的 可是我讨厌你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偶像剧男女主角一样 哪有这种事啊 怎么没有 就好像你现在讨厌我啊 这是很正常的 按照剧情的发展 走到二十集以后 你就会发现 原来你喜欢的人是我 只是你现在还不肯承认的吗 呵呵 我想回家啊 你家在哪儿 我送你回去吧 好 妈 兴展 你还好吗 其实主要 他还是很喜欢你的 只是你知道 她就是容易冲动 我知道你是想安慰我 可是就在今天 我看到我的未婚夫 拉起另外一个女孩手的时候 我竟然一点感觉也没有 就好像是在看一场戏 曾经受的那些委屈 不服 受挫的自尊心 通通都不见了 我想郑楚耀说得对 感情的事情 不是努力就可以得来的 所以即使我再拼命 我也可能不会爱上我的未婚夫 女生真的可 明白了 你的橙汁 喂 你好 三只熊漫画店 晓晓 是我 不明显 是 是你啊 好久不见 我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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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学长 我没事 你刚回来啊 真的没事吗 真的 我没事 谢谢你关心我 喂 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 是现在店里有客人 能不能麻烦你来帮我看一下店啊 好的 我现在就过去 好 谢谢你啊 我有点事情要去打工的地方 女孩子在外面不安全 女孩子在外面不安全 你早点回家 那 我走了 小玉学长 我可以 你 你 跟你一起去吗 你 我现在 真的很不想一个人 可以吗 爱呢 爱很复杂 有的时候 是一种很想见到她的心香 对 小玉学长 店里有在吗 刚才很着急就出去了 她说 今天晚上可能不回来了 那麻烦你告诉她我来过 好 小玉学长 我现在都不舒服 出什么事了 我今天 被拉入一个完全不属于我的世界 林星辰的妈妈 把我叫去郑楚药家 对我说 他们不欢迎我这样 想加入豪门 便有用心的女孩 可是 我没有钱 难道是我的错吗 我一点都不喜欢郑楚药 为什么他们要误会我 他们下个月就要订婚了 他们是真正的王子跟公主 我真的觉得他们今天好委屈 不许多谢… 是一種錯過之後 格外可愛 有的錯 你覺得還好嗎 沒想到 再一次見面 雖然是那麼老大的感覺很好 但仔細想想 好像除了自己還好嗎 也沒有什麼跟你說的 有的錯 如果再見到你 為什麼 我也常常在我心裡面 模擬的一次用的 如果真的再讓我見到你 我一定要狠狠地罵你 可能過去九年了 就算我狠狠地罵你都能如何 所以我想 如果再見到你 我應該就只是雲淡風輕地和你擦肩而過吧 是 其實我找你 你 你現在跟我說對不起幹嘛 有什麼用 有什麼用 你能夠說對不起我就可以原諒你了嗎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忘記 為什麼現在還要出去 為什麼現在還要出去 記者 寂靜 我蘋 alone 我愛你 你也罷了 你 我愛你 我愛你 Baby Losin' my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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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in' my mind